昨天呢,昨天呢,我搞了很多人上来,有八个,然后呢,我呢,昨天学了一点的小技巧,对吧, 就是说呢,网上他有些关于最近这个情况的介绍,我就放了一段这个大概几分钟的这个介绍,就是最近的这个美国这个市场的介绍, 一介绍呢,因为我带到耳镜嘛,那个听得就很清楚,但是呢,参与的人呢,昨天那些人呢,他就不知道, 哦,怎么没声音,因为怎么来,我这个声音要陆续去的话呢,就是说,对吧,要有,要有声音,才能发出去, 对不对,所以,所以昨天那个视频开始不太好,后来呢,我们跟那个群里面调了一个, 声音不是太,啊,昨天的声音不好,今天,声音我说不太好,听不太清楚,啊,今天不清楚, 哦,现在听不清楚,啊,你那个声音我听不清楚,啊,你那个声音我听不清楚,啊, 哎呀,这个,昨天呢,我就,就是说,share screen,你看啊,我跟你讲啊,我跟你现在share一个screen,啊, 嗯,你也可以share,我给你看一个视频啊,啊,这个呢,你看这个视频呢,现在在有,有两三万人在上面,啊, 哦,表面讲这个,这个AMC啊,这些,这个,这些,这个,最近炒的比较火爆的一些股票,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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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们那些不停的那里,你看这个,你看这个, 你看他们这里就是讲,现在这些散户来,个个都要买这个AMC的吧, 啊,然后呢,他们呢,哦,你看他们喜欢的,他就给你两块钱啊,一块九块九啊, 加入进来了,五块的,你看这个,这个挺有意思的呢,关键问题是怎么呢,他如果一讲这个, 他一讲这个,大家都去看,一说一买吧,大家都去买,是不是, 对,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号召力啊,组织能力就很强了,对吧, 这就是操动的,你用现在手段来操动就是吧, 对啊,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就是集体的力量, 因为现在呢,怎么呢,因为原先的时候,你想去年,去年这个疫情啊, 这个美国联邦局局就大量的印钞票,对吧,这个是,就是给这个股票, 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灌水, 一灌了水以后呢,现在呢,就是说,因为联邦啊,就是美国的联邦局局, 还有全世界的银行都在印钞票,对吧,所以的话,现在这些散户呢, 也找到一个印钞票的办法,你看到没有, 从去年2月份,3月份啊,已经开始, 就想着没想着,很多股票涨几十倍上百倍了, 并且还不在小数, 这个,这个,这个就有点,股市金融已经到了一种荒唐的地步了, 对呀,所以你要,你要那些所谓的这个, 这个Hedge Fund, Analyst,这些读书,就是读史书,史读书的人呢,碰到这种情况就很麻烦了。 所以呢,现在呢,我本来是看还有一个,是瓦尔街,有个就是原先啊,是Facebook的一个这个执行董事啊,就是Executive,就是高管。 他现在呢,成立了一个对冲基金,叫Social Capital,他现在就是买这些股票,就是说,他就是看好这些,这些散户,并且呢,趁着散户这样一个,这个风暴,这个活力,他说他昨天买了个Game Stock,就是说,他赚了这个,当然了, 他是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的,他现在是赚了,他这个正是赚了五十个亿,那不,五十万呢,就,利润就捐了个一个基金了,一个慈善基金,啊,但是呢,你要知道,现在的股票来,都在火头上,就风头上,对吧,对,你要,就是说,拉个百分之十的钱, 我就是一万块钱,说,你妈,你搞一个一百万,也可以,对不对,但是你一万块钱,说掉到零,区别你是乱来,对吧,就是像这次,他这些,专门做空的这些机构啊,很讨厌这么家伙, 这个,这个好公司太把它做死,然后养足吃,你知道吧,这个,已经是, 华尔街已经是乐性过空了,现在来讲,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特斯拉不差点让他做死,对吧,对啊,就是, 所以伊朗马斯克现在也是互求技术,现在是属于领袖人物。 伊朗马斯克想到年的时候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现在伊朗马斯克已经是金融企业家了。 现在他是标准的金融企业家,你没看到他除了造计社以外,他天天看股市。 这个现在水平喝一喝和几年以前完全不一样。 对,你要知道吧,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你从来不关注股票也不关注市场, 然后买头苦看,从来没有消息的话,这些对称资金就会把你搞死,对吧? 然后呢,你像伊朗马斯克,他每天关注这个市场,关注他自己的市场,他每天都有新闻在那里搞。 然后呢,他每天会操控。像这种股票呢,第一就有炒头,第二呢,比较安全。 对,你看看,我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开始吧,我以前的时候,我是想,就是电灯车吧,没几个电灯车,对吧? AMC是谁的?是王健林的吗?不是? AMC是王健林的公司啊? AMC是王健林的公司? 对,AMC不就是一个电影院公司吗? 对啊,他买了。 电影院公司,王健林买的,王健林是大股东啊。 那这个东西可以一下就可以查得到啊。 对啊。 AMC的ONO是谁呢? 最大的公司是谁? 这个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那王健林这个就发了。 王健林说不定王健林自己在吵自己。 啊? 我说王健林自己吵自己。 我说王健林是谁呢? 你想操作这种东西,你不和大股东商量。 那你肯定不行了。 对。 是吧? Majorhood, 他看看这个是谁是。 这是机构的或者, 这是理查的那个。 我把这个给你看啊。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 AMC电影院的。 如果AMC电影院的。 对。 如果是王健林买的, 那他就发了。 那是王健林的。 对。 我印象当中是王健林买的。 对。 不是说你看这个。 他的管理人员, 这是他的执行人员。 在股东, 原先是王健林的。 你就查AMC和王健林, 合在一起查不就完了吗? Owner。 这个。 这个好像。 没说中国人员。 一点位置都没有啊。 AMC, 我查一下, 我试试看。 AMC和。 你看我是查的这个这个。 AMC。 王健林。 王健林。 王健林不是退了吗? 他们拿。 啊? 做房地产的。 对啊。 不是找退了吗? 现在这些房地产的都涂盖太多了。 好。 可能王健林。 占比率是38的股份吗? 黄金林AMC 黄金林6亿美元现金收购是26亿美元,负债19亿的AMC 对,是几年前他收购的,但是现在他退出了,我不知道 好像是,好像他们都退出去了 黄金林想当年花了6亿美元 现在是50个亿 黄金林7家的AMC院线逆神情破产 现金可能很快,这是去年10月份的消息 他可能看到不行,你把它卖掉了 现在有资钱那么多 对啊,因为这几个公司原先都差不多要破产了 对啊,已经搞不下去了 对吧,现在就是这些散户把它拒合了 这不去年3月份 万达董事长王金,因为复不起AMC院线 如今已消失百日 从富翁到富翁,债位缺口已打4000亿美元 现在呢,第一,这一个叫Social media 它就是叫Reddit 还有呢,就是说你看这些 所谓的Social media 很多很多人都在谈这些股票 对吧,并且呢,你知道他昨天还在 纽约在广场做广告 他说他们要闹革命了 现在这个股市乱了套了 他已经不像个股市了 本身这个股市啊 经过这几十年的这种勾兑 已经成了利益集团的一个东西了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活法圈钱的一个工具 可以这么说吧,连政治都能操控 别说股市了,对吧 对啊 股市这么大的利益 绝对是在这些 这些这些常规一帮人的手的控制 控制之下 对啊 不可能不控制 几十年了,七八十年了 对 连美联储国都是私林公司 你这个股市 控制股市呢,当然是必须的 对 你这个 所以这割韭菜一茶一茶的割 你看那个 七户割韭菜 那一晚上呢,十几分钟 一两千亿就割进去了,对吧 对 所以这种割韭菜 他这个收购其实很厉害 那当然 在这个股市上就是一切钱说了算 对 短期一定是钱说了算 我只要有钱 我时间往下砸 那你的散户怎么能接得住 对吧 现在呢 因为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啊 他们组织起来 对吧 一个个就一个个击破 你也没办法 哈哈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要做空风险很大 你要做空 风险很大 一直补 我跟你讲啊 如果对方有和你对 这种情况下来是不能做空的 对吧 这个情况下是不能做空的 你只能说做做多 并且呢现在他们就是首先是看谁做空搞谁 他就是目标就进到这来了 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个看谁在做空 然后哪个股票开始动了 你就把那个股票买进去 黄文津是大便区 黄文津这么讲话就靠做空一查一查都给你 中国也一样 中国也是一查一查 去年本来去年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嘛 做空的人就很多的 谁知道他们哪里一个股票 本来这个很多公司都要破产的 那本来他们是做空的 就觉得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你本来是开始的 你知道这个GME就是Game Stock 他的股票三分之三两块钱啊 昨天最高的时候涨到五百块啊 五百啊两块涨到五百啊 他这两块涨到二十的时候呢 那么杀是空头 只有你有钱呢杀他还不容易呢 对啊 关键问题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个已经是非理性了 对不对 你想想啊 他从两块涨到二十块 他们个个都以为这已经是很高了对吧 你说已经涨到十倍了 对 然后来从十倍的时候 他们short 对吧 他十九块二十块的他们在short 然后蹦一下子边形 再涨二十倍 所以这个short这个就不搞死就怪了 但是呢这些散户呢 现在是搞上瘾了对吧 因为他这个就是有一个人说呢 他这次的这个这个意义非常 找了一个再搞另外一个是吧 他就把他当作一种一门生意来做了 对呀 他们现在就是 在找哪一家谁做空 在北美呢 很多东西呢 现在就是叫做无硝烟的 无硝烟的战争 对吧 现在不是说去做生意来做 不是 现在不是做生意来做老跟你讲啊 那那是不对 现在是战斗 打仗 是战争 本身就是战斗 现在是 现在是你搞我搞你 大家是在 就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想要不要有些投资客户呢 就是投资人的话呢 因为现在 现在因为 你现在 现在给我 现在给我 啊 给慕斯道普 他这么高的价格 他可以发行新国 发行新国 那他就赚大了 对吧 然后他再去买 他现在发行新股呢 不对 这东西 我不是发行新股 对 他现在就像伊兰莫斯克一样 你现在只能把自己的股票卖卖掉 对吧 有了现金 听不太清楚 我说 你现在听不清楚就怪了 对 我这声音现在挖在头来就喊啊 我跟你讲啊 这叫战争 做空做多 不 做多呢 好一点 因为怎么呢 做多呢 就是说你 你投资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 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吧 对 但是呢 如果你是赚了 他翻倍子很容易的嘛 那是 你看到没有 他说一翻几倍 你只要不做空 现在是做空是危险的 所以你只要是不做空 对吧 你涨个十倍 一万块钱 边境十万块钱 这个是 对吧 可能性现在比较大 对吧 说不定 你涨一百倍呢 你那天有一个股票 他一天就涨十倍 one day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两个小时 涨十几倍的 对呀 两个小时 涨十三倍 这个也是一只中国股票 是太阳能的 这个发了个消息 说搞这个太阳能汽车 对 在这个 在香港发了个消息 和这个公司涉足太阳能汽车 然后这个股票 就两个小时涨了十几倍 我说了 那是 所以第二天跌了一半以上 第二天跌了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股市啊 就是 抢钱的地方 所以说 你不要 你有个上市公权的工具 所以你做金融 没有自己 没个上市公司 那还叫做金融吗 对吧 对呀 你这就会 讲对吧 我跟你讲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 就是我没有 我当时就是没有搞过上市公司 那么如果我有上市公司 我那个股票也是像风一样的这个风口 对呀 你得有上市公司 我跟你讲 如果我当时 我当时如果有个上市公司呢 那股票肯定是天天涨 那就那就不会有麻烦了 因为你这是有上市公司以后 你可以很多运作啊 然后就收购啊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啊 中国人啊 现在一个最大的障碍 对你那个声音不好 都一样 像这个大马股来了 那你就收购大马公司 放出消息 其实这个股票就得涨一倍吧 就是说 对呀 你说我们也 不是你只要 不是说收购啊 你说你 你种大马就行了 哈哈哈 他就来啊 对呀 你至于说一年以后 你这大马 我不跟你说 中国这个股市上 那些养善贝的 养善贝的 善贝跑了 你这一年就没办法 对吧 对呀 养善贝的 然后呢 这个本来也好好的 然后到第二年这个 善贝又死了 所以这些东西 但是他这个东西先把股票 整上去 他抄抄链的 不是 你整一下去就像抄股票样的 你假如说 你那个时候啊 你说那个大马虎把发了 然后就涨上去了 对不对 你明天呢 你说又买了个什么 我们买了这个 我们现在开始 跟那个什么 你的币也不做 哎呀 故事 哎呀 还有那些过的 每一轮黄金价格上涨 他就这个股票就涨了三五倍 然后黄金 封开的三分之二是四分之三去了 对 你里面你有跟你讲啊 这个 第一要抓热点 第二你要是有这个工具 对吧 你必须得有个上市公司 你必须得有个上市公司 然后抓到这个工具 每次就在踩热点 我跟你讲 当然了 你可以买一些好公司 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做这个金融是盛放 你几十块钱 对吧 你说一块钱的利润 你就可以卖到三十块 对吧 这个东西它是个惩罚的 对 那么如果你发展比较好 你拿那个三十块钱 那些再去买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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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一块钱的有一个钱利润的 以前的时候 你这种办法就是 Microsoft的原先的时候 他就是专门干这件事情 就是专门去收购一个东西 然后他那股票就涨了 今天收购这个不然涨了 明天收购那个那个也涨了 收购谁谁涨了 对吧 所以你会金融的资本运作 那就那就行了 对吧 这个像这个 像这个 像这并购啊 像重组啊 像这些手段都用上不就完了吗 对吧 这个呢就是说 如果有个上市公司 如果有个上市公司 对吧 对吧 这就叫如虎添翼 对吧 你必须有上市公司 你这个做金融的 就连个上市公司也没有 那就是相当于用锄头 用锄头这个耕地啊 现在人家是用拖拉机 对吧 对啊 这要把叶子弄上去 就是用锋头的标准 像当年 把贝特不就是收购的 买个盒就够了 你看现在北美特别是加拿大 这些矿产股 就是一二百万块钱 你这不难的 对吧 你讲比方说 你自己有一两百万对吧 我就没有两百万 没有关系的 你有个群有两万人 每个人就买 那你给涨个十倍二十倍 瞇着眼睛就转了 对吧 是 因为怎么呢 股票一个是第一 它要是热门 要有新闻 要有炒作 对吧 股票的问题是第一 它要有 要有新闻 要是热点 要有波动 对吧 然后呢 当然 这个关键问题是要有方法 这就是一个讲故事的 就是长远是投资 短期是讲故事的 对啊 就关键看起来讲的好坏了 对吧 讲这投资的就是 你是一个抓着实实做生意的人 很会做生意 然后呢 有个上市公司给你做 对吧 做这个 就作为一个工具 作为武器吧 就是打仗 对吧 你有有那个 这个 这个 长毛 对吧 书标 还是步枪 对吧 还是冲锋枪 还是 盗弹 这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这个武器要选好 所以在北美这个地方 整个上市公司很容易的 对啊 很容易的 因为很多人呢 把这个搞这个上市公司 就是搞得太复杂了 上市公司它就是一个工具 而不是说一个 一个标准 你知道吧 你要有了这个工具以后 那就个标准去做就行了 那你说的不客气讲 你买一个上市公司以后 把它做成一个金融企业 不就完了吗 对啊 对啊 如果说你说我们两个 搞一个上市公司 就把大概有几十万块钱就够了 那我们就是那呼呼唤语了 对不对 就不用不用手工了 就来来一个什么叫 你不是很武器啊 不是很武器 也是一个飞机大炮了 是吧 所以这些事情而已啊 那么就是他这种这种 华尔街这种做做空啊 其实最大的空头 我估计是黑石你知道吗 黑石和和这个 黑石可能不会去做空 和这个高盛他们来 黑石不会去做空 黑石现在他做空 谁也搞不死他 现在黑石有七万个亿 对啊 那你说你搞得你 你到哪去找七万个亿 给他搞啊 我是说他自己做空股市啊 不是说你去做空股 黑石 黑石你怎么可能做空的了 对吧 对啊不是他做不是他做不是他黑石也不会去做什么空的 我跟你讲黑石呢他是举权基金的 很多国家的钱都在他手上管着 嗯 那么你没有一 没有他现在七万个亿 你没有一百个亿他根本就不理你了 对吧 对吧 嗯所以 这个做空做空的华尔街做空的帮人 说句实在话 就很很可恶你知道吗 好公司他也把他做死了 哈哈哈哈 是很多的 你想嘛 这个这个做股票他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武器 所以无论是做东西做做做工作做都都都都都要好 这个东西呢 你假如说一个公司 你对这个市场不了解 他一下做空就把你做死了是吧 啊 如果你了解呢 那你说 你现在有些公司才 当然了我们上次也知道杜加达有个公司就是华尼的公司 就被那个 就是被做空的叫 这个Water Mart就是浑水就做空就做死了 并且政界会还还还支持他把他们打压去了 特别是这种裸作空的 啊 没有股票就是就是对冲今天这么家伙 对 对 对冲事情一般的呢 你现在这个市场也是 像前面一段时间 这个 前面一段时间大概是八九月份的时候 不是去年的八九月份的时候 华尔街不是也在做空吗 猛烈的做空吗 那天就掉了什么 几七道经指数掉了上百分之十几 对吧 然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天就百分之十几 那肯定是做空做的嘛 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快啊 他就两头赚呗 先做空赚钱再做多赚钱 对吧 两头赚呢 做空是最容易赚钱的 当然了你要是让别人盯上你 他也也很容易把你抢 就把你整死 这种很容易的你知道做空 所以这个做空是因为它这个像土布一样往下跌的时候 那时候说就不可以讲到做空的钱来 这个来得太快了 对吧 另外中国每年 中国的有季节性 每年的这个 每年春节以前 一般他们要做空 做空这些创业板这些公司的 那春节以后呢 他又把这些创业板的公司又在台上去 两头转 所以这个春节以前是个很残酷的 听他们讲啊 现在就是说 因为 时间 现在美国的散户不是搞庄家嘛 那不是搞这些机构嘛 现在他们说中国也想干这个事情 但是呢因为 当然了 如果是中国的这些散户也传接起来 联合起来 是的 你想那些呢 啊 说是散户整装 这个没有那些 没有那些那些人 就是说这些大户们手的 手的枪外放 那散户怎么可能成气候呢 那就是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 这种就是两个 实际上是这些实力的一种对赌了 谁有钱 看看谁 看看谁钱多 对吧 谁能够寿命长 对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就是 现在是去战争时期 未来 未来 它究竟是什么结局 是吧 这个东西都 这个很难说 对 因为 就是看看这个 这个火能烧到多旺 对吧 能烧到多大 对吧 多久 这个很重要 但是 看在投资人 要小心 就是说 要控制自己的窗位 对吧 你超过百分之十啊 二十啊 那就已经 直线了 对吧 万一转就转一把 现在呢 我就是想呢 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 英诚的技术 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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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气搞 对吧 现在就是我 就是 因为现在不是搞那个 这个 叫 YouTube 嘛 他就Live Stream 你看那个 那个那个 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 就是说 他说 一天二十四小时在那儿玩的 股市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他没有这么复杂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怎么搞错了 这个群 股市没这么复杂 就是一个金钱游戏 对吧 对 弄的这么高大上干嘛呢 就是打仗 谁打赢了 谁就抢谁的钱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 第一你要 会想 对吧 对 要要要要能够看住 方向要搞对 风险要控制好 然后呢 不能乱跳 现在最好呢 可能像这种啊 大的波动呢 最好是用小石头 或者是 对吧 这个来来搞 如果你要看图 看得太密切了 这个心里心跳 都都都都控制不住 那你就 那肯定就是亏的 对不对 像这种就是吧 你要买了以后 对吧 一个小时的图 或者一个礼拜的图 放在那里不看 一发了就发了 亏了就亏了 因为你要这个转钞 那就麻烦 对吧 很多人转钞 也十几分钟的图 或者半小时的图 就很容易搞糊涂 哎呀做空的这帮人 的确是讨厌 哎呀 你又不喜欢做空的人 对 哎呀 不过做空呢 做股票是不行的 做指数还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你要知道吧 那个 这个美国的市场啊 石货市场啊 或者外汇市场呢 都有做空的 当然那些都是一些大户 机构在那里做空的 当然这个呢 其实你每天如果交易的话 你就就有空和多嘛 对啊 你卖的时候就是做空 当你买的时候就是做多嘛 对吧 所以这个每个人都在做空和做多 当然有的是专门 没有叫专门做空 对 这个裸做空的这种方式 裸空 对啊裸空啊 对 你不会做空是不行的 光知道买不知道卖那不就 对 对 反正要买卖这事情 但是关键问题是你买卖 买卖的时间的问题 因为我上次其实我后来有个经验 我现在也在做这些指数 我就 我就在一天里面 点几个比较 对吧 感觉到比较好的位置 就行了 我不看图 也不看表 对吧 也不看裤子 别让这个 背后 每个股票背后都有庄家的 都有市场 做市场 做市场的 对 你要是让它盯上你了 那它怎么也得帮你 对吧 怎么也得帮你 让你赔了出去 对于你钱大的 对 所以这个 在市场上 正是因为这些东西 做市场 你和你的对手 在背后拿着枪 就顶着你 对吧 所以这个 在这个市场上 嗯 股秀 但也没有动手 有一些力量 他肯定他就 他作用不了 包括这个做市场 嗯 比如说这种板块的力量 板块的力量 做市场 他做不 他这个 在底部开始 起步的话 他做不了 像这种 就底部的 他没办法做空了 没钱赚上 对吧 但是 周线图 这个应成人家有些混 周线图 周线图 周线图上 那是很难的 嗯 我们今天就我们俩 我们也别聊的时间太长了 行啊 我们就先到此 对吧 因为昨天有 七八个人要你来 捧场的 主持节目的 下次吧 我们今天我们就等他们 就休息去了 好吧 先就到这里啊 再见 时间到了 OK 拜拜